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 我和吉木合作了以后 我觉得我的销售的浓资的增长量和效益在明显的上升 这规规矩矩的说 也就是吉木无人机带来的 这个打药问题已经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了 就是人力跟不上去 第二个 打药的机械比较落后 防治效果也在下降 对无人机这块防治呢 我就特别感兴趣 我在有个观摩会上看到了吉木那个自主避让这个系统 我觉得它很比较比别的无人机先进一点 科技含量比较高 我一直相信吉木无人机它在这个行业来说 应该是比较领先的 在这么多无人机企业发展到现在 速度上升最快的也就是吉木 所以说我坚信吉木将来一定是成为非房这个板块里面一个佼佼者 一定是个后期之秀 我们作为一个农业服务者 我们追求的一定是老百姓的意义放在第一 所以说我坚信我们所有的农资商一定是转型做服务商 将来因为这个我们在瓦南这一片全是大户 它一家都几百亩的 它需要你的服务 包括技术机构 包括这些机械服务 打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来说从这个服务加强了以后 你的效益肯定就会上升 我们在一般年讲实话 我们的消失量也就在六百万左右 我们现在年一年 我们今年目前都消了五百多万 我们今年预计肯定能突破一千五百万 就是认定我们这一块服务有质量 所以我们从做事的风格来说 他们认为我们做事放心 质量一定是放在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果你质量都跟不上去了 你后面是做不下去了 我们从18年搞这个节目 无人机防止这个病虫害开始 一程到的方案就是我们从夏天诊断 把老百姓诊断这个病虫害 诊断好了以后就配方用药 确定用药以后再去无人机下去 打过以后我们最好的是再去跟踪一下 这样老百姓就能得丰收了 所以我们这个无人机在里面 起的作用就是快速地解决老百姓的防止问题 我们作为这个服务公司来说 给老百姓带来了非常好的效应 今天我们这个无人机过来 就是防止这个小麦白粉病 最近小麦白粉病成一个爆发的状态 这一片麦来说呢 我们今年已经防止了两次 这次应该是第三次了 这次防止以后这个小麦结束了 就是你自己不会有个人工发的 有二十五次吗 这边是我们无人机发的 你觉得 无人机发肯定好 无人机小麦长得更漂亮一点 更漂亮 这更漂亮是吧 人工的发生要差一点是吧 就让你们以后好好看到 能看到是吧 这人工泡泡器打药 这个它打的都是这个碎层 而且它这个喷头是直行的以后 只打到这个表面这一段距 底下根本打不到 因为它的喷月的方向是横着走 所以它这中下部的这个病态 病重态根本防止不到 而且夏天的时候 一打的就是这上面一层以后 遇到高温的时候 它迅速地蒸发掉 第二个它喷的颗粒比较大 容易落到土壤里 发挥不了这个药效 还有点就是人工打的时候 它会 人走过来打过药液 人走过以后 它会身上沾染大量的药液 而且能飞溅到鼻腔口腔里 眼睛里 它会使人造成这个慢性中毒 所以对人的危害也比较大 我们无人机打的药 老板先生刚才自己说的 比人工打的效果好多了 这片脉长得非常的好 无人机作业有个优点 就是能在雨前雨后抢制 这个不影响于药效 因为无人机的颗粒 打出的药液 颗粒比较细 它很能强烈地去 粘斧在这个颗片上 老板先生如果遇到 这个重大的病重害发生的时候 一定要去抢制 就是用这个无人机 去在雨前雨后抢打 所以农户也着急 昨天晚上就打电话了 叫我们过来帮它防治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起得很早 但是天空不周美 加好下雨 所以这个雨后呢 我们就抓紧时间去抢制 这叫小麦白粉冰 这个时候是小麦 最后期发生的病害 今年这个温度啊 比较适合白粉冰的发射 它一般的地价温度 在15到20度 空气湿度大 它就是容易发射 比如说昨天一趟雨水 这个包子它会扩散到这个椅片上 进入这个雨水以后 它就会发展 氢染再度发生这个白粉冰 所以我们今天来的房子 就是用无人机去防治这个白粉冰 用转发生的这个白粉冰 但是我们今天来的房子 就会发生的那个白粉冰 看来的几个白粉冰 可能我们今天来的几个白粉冰 就是这次几个白粉冰 所以我们我们今天来的 就会发生的一种白粉冰